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引力播测评,我是雷老虎 大家好,我是农希丽 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效果器的测评 对,我们这个效果器呢 是来自这个Free The Tone的一块效果器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Free The Tone的品牌已经听久了 然后随着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工程师和人物 然后把它引进到了这个中国 那我的第一块效果器 正好把紧,第一块效果器就是Free The Tone的 叫做Geeks Boston 但是已经停产了 因为他们是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工作室嘛 但是工作室小不等于不专业啊 他们非常专业 所以做那个消息就停产了 那么他们那么专业的工作室已经到了第15周年 也就是去年应该是正确的说 所以他们出了一款15年周年版的 应该说是一个项目吧 除了这么几块效果器一共有三块效果器 那我们其中拿的呢 就他们的一块叫做String Slinger Overdrive 那String Slinger Overdrive呢 其实名字 有没有想起当我 也没有特别的解释啊 简单就是SS-EV 它是一个他们就是综合系列的效果器 叫做Integrated的效果器 那么简单来说 就是它15周年 或者说它更早之前 它这一辈子积累之后 得到的这么一个产物 OK 那我们先来试下这个效果器 那么带给听到的声音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大声音 对除了大声音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但是呢 等我说起来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牛逼 非常特别的事情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 首先我们先说它这个Free Tone吧 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比较 要讲一下故事 才讲这个效果器 那么这个人叫做Yuki Hiro Hayashi 这个人其实 这不重要 我们之后就会称他叫做Yuki 叫又可爱又短嘛 那Yuki20岁的时候 毕业之后呢 他很有幸 就直接去做了 跟这个音乐相关的这个行业 但他不像我们 从这种很小的开始做起 他就直接去做一些乐队的现场 包括帮一些乐队调情 那他就一直从20岁 一直跟着XJapan 从现场到路子 就一直跟着他 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 接来了很多很多知识 从20岁开始 你想想看 也挺牛逼的 我现在都26岁了 然后他到28岁之后 就离开了 其实工作其实蛮好的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离开了 那可能是JVC 这个公司高兴聘警察去了 那JVC什么呢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还在是DV年代的 这JVC出过很多的这些摄影机 就是数码摄影器材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对的 这个效果器的 这个项目就是JVC的 就是大家不太了解 其实JVC也有很多 耳机也不错 对有很多专业的这个舞台音箱 还有一些数字调台 和数字的amplifier 这些东西 amplifier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呢 供放吧 数字供放 对对对对 和这个数字的这些 监听音箱 还有他们的舞台音箱 都是挺牛逼的 在业界上 只是我们用的比较少而已 那么这个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 他发明的 也不能说发明 就是参与一起研发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 弄懂了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这些MIDI控制 还有数字技术控制 当然还有一些模拟技术 但是模拟技术就比较薄弱一些 那么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 我们知道一些MIDI编程啊 后的一些MIDI这些东西 他们家是非常非常擅长的 那么其他的这个地方 不是特别特别擅长模拟的 这些东西 那么呢 就从一个奇遇开始了 在去完28岁去了JVC之后 他又退出了JVC 去从事这个 我们很牛逼很牛逼的 这个Pick Cornish 毕业之后呢 他就说 那总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就回到了这个日本 创立了这个Fritetone这个公司 那么至于这个Fritetone 跟Pick Cornish的这些经历呢 我们放到下期节目来说 因为这个地方 有实在太多故事要说了 那么我们之后 还会介绍一块红色 也是这个系列的效果器 我们到那个时候 在重点讲这件事情 那么他离开这个Fritone 他离开这个Pick Cornish 离开英国之后呢 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公司 寄离在这个叫做 Pacific 太平洋母公司 下面一个研发部门 那么呢 他也同时帮助这个 Pervidance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那个他彩丁上面 有个T型铁铁的那个效果器 那些效果器的大部分的ProType的原型 都是他负责设计和开发的 因为他一开始是做现场出身的 所以说他看一个 看一个效果器 他不单看一个效果器 他是看这个效果器 是否能合适的放在你 整个音响系统上 整体的考量 那他的这个logo的完全的名字呢 是这个小logo 加Fritone 然后后面画条 下面画条线 然后写成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System Design 它是一个整体的设计 所以我们不单看到 我们回顾下Fritone的产品 不单有这些效果器 那他还有一些周边效果器 还有一些很复杂 一些输入线控 那么我第一块 线控也是Fritone 所以我对这牌子 还印象挺深刻 可以 对 PQuant许和他的历史 我们这就不介绍 这太久了 那么他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现在就越做越 相对我们外人看 就比较简单的一个录音室 叫做Studio 那么这个录音室 经历过一次返修 他为什么要返修这个录音室 是因为要做一个混响 效果器 那这录音室已经做出来了 那他们为什么 那么因为做一个混响效果器 需要很多一些反噬 和一些升学 那个考量 还有计算 你怎么样得到 你那时中觉得最真实的 这个混响 是要做的 那么他最喜欢的那个 Van Halen的 他就特别喜欢Van Halen的混响 他说非常有空气感 所以他对这个混响这件事情 研究得非常非常深 所以他重新把自己的工作室装修后 就做了这个效果器 到现在Friton15年的一个总结和捷径 我对这台效果器的评价呢 就是我感觉它是个非常苛质的效果器 他并没有做那种很夸张的东西 但是他把他要做东西全部都做到了 不能说最好啊 就是但是我就很牛逼很牛逼 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这台效果器 那么这台效果器呢 我希望带大家按照我的顺序来听 那就是level tone和drive OK 好 那么这位下我现在可以听到 他的这个boost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直接放大你的声音 但是它里面又有点升起EQ 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这个临场感和你这个乐手 跟这个琴跟这个整个音响 这个互动感变得增强 你可以听到很多手上的这个细节 对吧 你说 让我弹得比较紧张 是吗 因为它放大你手上的很多很多小东西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 但是重点就在这个 但是你觉得它是增加点魔法 其实不是的 那么我在昨天试的时候 我发现你只要把这个master 就你这个音响这个后级调大以后 其实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 跟他这个boost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不过说它的触感会更加的多点 就是这个小武器给你这个触感 我们先来试一下 就是master调大 我们先来试一下 是吧 就是他们的力度和这个通透感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他并没有去破坏你箱子的任何一个东西 然后但是你感觉中间稍微有一点点的 那个力会被加强了 他会比箱子硬一点点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知道另外很著名的boss 就是这个认同码boss 认同码boss会彻底的改变你的这个EQ 会让你感觉是中心更厚 但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挺难做的 首先他要保证你的信号要做好 那么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 他的自己的这个buff呢叫做HTSbuff 那么FreeTone的buff的理解呢 就是他想把这声音最保证的传递到下个效果器 或者下个信号链的其他东西去 那么这个的想法呢 也肯定是受Pick Connish的影响了 Pick Connish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那好 我们再试一下他这个Tone 那这个Tone也是我感觉也是非常非常有魔力的一个东西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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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感觉它加上去并不是那种 很悟的 会变得很闷的那种 对 它反而会给你有种中空的一种感觉 对 那么它越调 越硬 但它并不炸 一点都不炸 包括用力 包括加力量也是不炸的 这个是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牛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那我们再换一下 这个 换一下ST Zither Harp 我是感觉它更适合我这把琴 对 我是那种感觉 本来六遥是那种非常 集中那种感觉 它可以把这个力更加的塑形起来 非常非常厉害 OK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 就它的这个Jive 那么呢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同风格 这个Jive 那么这块效果器的这个Jive呢 它是一个Blackface的感觉 那么 Blackface感觉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种 比较Lofi 然后声音加大 然后强行 削波前击 甚至削波后级的一种 后级电子管的一种感觉 那么从我个人的这个使用上面 我觉得它跟我们箱子 这个过载的这个感觉是 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我是有很深的这种感觉 包括它那个毛刺和那种反应 但不是说 你有这块效果器就可以去掉箱头了 就是说 这两块的这个过载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那么当然要 好的东西 要配上好的东西才能出现那位的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感觉就是 怎么一直都不过载 一直都不过载的感觉 这边是把它扭大了 就是这种音量开大的感觉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同样发生在 我看看 发生在七个月之前 我们拿到三位 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OD拨开 我们是一样 就为什么 是吧 就出不来 那个过载声 你一定要把这个 它这个game 还有它这个二级 它这个game 它这个二级放大的game 开满了 然后把这master 稍微开一点 你才能感觉到那种 比较粘稠 比较发质的这个声音 我们有这个倾向 那么我们发现 你这个东西 怎么种这个样子呢 不是OD通道吗 对 它就说 我这个呢 就是一个分的 blackface 那种倾向的一个音像 那么我当然要根据那个来 调整这里面 EQ调整这个固载度 那么跟这两个东西 其实不往而合 就是说都是blackface 都是那种 要使劲谈 谈说过载那个声音 其实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 这两家这个思路是 英雄所见略同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听了 这个overdrive 我们再听一下 我们再听一下 这个音响是overdrive 你会感觉到 他们的那个味道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们再听一下 像头都过载 转发表达章 Zither Harp 感觉如果盲听的话确实很难听出来 那一下他们的质感 他们这种取向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也有另外一种解释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他做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一个推子 或者行为放大器 那么呢配合你这个响子 本来也是你的这个响子主着声音 所以说 他是他的平台 对 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这很难跟大家一下子这个解释通了 但实际上你要去扣那一点点东西的话 箱头会宽一点点 对对对 然后响子气它的过程量会大一点 然后弹起来就对手的反馈来说 响子气会窄一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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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